它就垄断了嘛 基本上我现在都觉得很贵 主要会考虑到结合后的市场集中度的改变情况 手机一点餐点送上门 台湾人习惯的两大外送平台 Ober X 此机Few Panda 14日早上掏出震撼蛋 双方签下协议 Ober X 将花9亿5000万美元 台币308亿 并购台湾Few Panda 外送事业 在审核完成之前 Few Panda所有的服务皆维持不变 但台湾市场几乎是两大龙头竞争 举例同样购买距离一公里的卤肉饭 Ober X 外送费55元 平台费9元 Few Panda 外送费35元 平台费3元 如果剩下单一平台 恐怕坏来没得选 没有竞争的嘛 它就垄断了嘛 基本上我现在都觉得很贵 我觉得感觉好像是大者很大 那如果它可以取个中间值的话 对店家来讲也是还蛮乐见的 合作店家就怕只剩一家平台 抽成数将再提高且没得商量 甚至中断合作可能 大批外送员更担心 无法顺利转换平台 原有生存空间被挤压 两大平台一直都在砍工资 那所以我们当然会担心 如果并购的话 会不会砍得更严重 对此 Ober X 推估整后合作店家 以及外送员人数会破10万 而目前Ober X 折中北部市场 Few Panda 则是占领南部市场 两家业者合计是战率超过八成以上 就怕造成垄断 公平会将会严审 这个案子设计到是竞争者之间的结合 主要会考虑到结合后的 那个市场集中度的改变情况 是不是业者进行联合勾结的行为 会更加的可能性 一旦通过 业者预计2025年上半年 就会完成并购 不过相较于大陆 包含美团饿了吗 口碑外卖等十大平台 竞争激烈 送一单外卖便宜又快速 反而号称自由市场的台湾 如今几乎变成一家独大 消费者恐成待宰的羔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